昨天看到車友有在反應燈組的問題 然後我有說有空的時候再弄一下 然後昨天看完之後就剛好今天有一點時間 因為就在等東西也沒辦法做別的事就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是一個燈組 我就不打他的品牌自己拆或者是再不理 那好不好用 就不要去講好不好用 因為我覺得說其實產品他們出來 講的會會被冰會燉地 然後什麼功能通通有 那事實上就不盡然 當然有的是非常好的 那價錢上面或者是他的性能比上面來講的話 就是很OK就 車友自己去測試 然後那我們現在 就是先講一下說 像我現在準備打算測試的這一組 那 一般來講他如果會聯動的話 他就是會有一個燈組上面會有兩條線是接到接收機上面的 那當然Channel 1是 就是CH1這個這不是轉向嗎 那第二種就是那個電變 那同樣的你接到燈組接到這邊來之後 那你的電變跟你的轉向伺服也要有一個地方可以插 不然被他插掉 當然就是接到這個燈組上面 那燈組上面他就會有一個母頭的 會有一個母頭的接頭 那就是把它接上去 像這邊是電變他接到Channel 2 那 剛才當然我們要弄影片之前就要先測試 準備一下 結果發現我現在接的是 就是 伺服沒有了 那我現在用轉向 你看一下 他是兩個燈熄掉 然後有一組 兩組燈熄掉有一組亮 那就很奇怪了 那會閃爍這個應該是方向燈 可是他又不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動油門 動油門 動油門的部分 動油門的部分 我現在用全油門 全油門 全油門在這邊 我會看到有兩顆燈在上 然後 這樣的話是 這樣的話是 他總共有兩組燈在閃 這邊也有 好那我們 煞車 煞車也有看到有 有在閃 所以 像他的Channel 1跟Channel 2 就 就不一樣啊 就不對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把它換一下 再來一次 好那現在我把 Channel 1插在第二槽 然後Channel 2插在第一槽 就是把它做交換的動作 那我們還是要一開始打開之後 它就會有 一組是全亮 那我們在這樣子看的話 應該是 假設兩個是白色的頭燈 那藍色就是尾燈這樣子 那我現在就是加油 那加油的時候變成 紅燈亮 然後 另外一組白燈亮 為什麼 為什麼要洗掉 我們開車的時候 然後 如果油門一加 什麼燈會洗掉 想像一下 那 現在是煞車的部分 那煞車的部分 我一煞的時候是 呃 原本的一組白燈還是持續亮的 那 左邊這一組白燈就等於是 是尾燈嗎 尾燈持續亮著 然後 這個 這一個 這一組 這一組 這一組紅燈的部分 就是屬於 呃 譬如說它煞車 煞車的時候 呃 想想看 哇 我現在是油門的部分 就是 如果說我現在是前進 不對 前進 也不對 前進 大燈亮 然後呢 一組燈閃爍給你調配 欸 這樣子 有沒有 前進 喔 那 尾燈 藍色的部分 就是等於是尾燈 那尾燈的部分 它就是 你前進的時候 它就不亮嘛 那你停下來的時候 等於是 打煞 打 停車擋 或煞車 所以它是亮的 那現在我們倒退 倒 倒 倒車 倒車 真的 我也搞不懂 欸 欸 我看我們前進 頭燈 頭燈尾燈 煞車 煞車 煞車一個在閃爍 第三煞車燈 可是紅燈又不見了 所以 你看 就是這樣 就 呃 燈主花了 呃 等於四五百塊錢 那好不好用 就看個人 其實 呃 我們不能說 產品有問題啦 它其實它可以多設想一點 可是 呃 我們單純以油門來看的話 那這幾組 到底的組合方式是什麼 那你找得出來 它的調配方式就好了 那 當然它在上面是有著名的啊 可是 它上面著名的這一個燈號 我覺得好像也 不太適用 就是好像也對不太準 這個是 前進 前進 那為什麼 紅燈 尾紅燈亮呢 對不對 前進 呃 紅燈不見了也不對 前進 好 大燈尾燈亮 然後 停車 停車的時候 什麼燈亮起來 呃 藍色燈 紅色尾燈 然後 倒車的時候 這個是 倒車燈 閃爍倒車燈 欸 啊啊 我的尾燈呢 不會亮 好 然後 這是中立點的時候 呃 就是 呃 倒車燈 倒車燈 也在亮 頭燈也亮 尾燈也亮 前進 頭燈亮 尾燈亮 啊 靠 靠 靠 真的是會 對啦 自己調配吧 那有些東西就是如果說 覺得呃 他用不到的話 我們就把它不要用 那 等一下我們 再繼續來講解 那個 轉向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龍 連動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在尾燈的部分 那 尾燈的部分來講 他大概 不是不是尾燈 方向燈的部分 就是左右轉的部分的連動 那 我一直覺得說 其實如果說你是在 呃 拖車 或者是 呃 呃 甩尾車 特別是甩尾車 然後拖車也 不進來 因為我們實際上 我們在作動的時候 是 你要方向盤 方向燈要亮 其實是 車手 你要去撥桿 那 不是你輪子轉 還是跟著轉 你想想看 你在停車的時候 那個輪子是左右左右 來持續的擋 這時候 如果你在路邊停車 然後 後面有尾車 在等著你路邊停車 你把馬路上站住了 然後你在那邊停車的時候 那輪子在那邊 左打右打 左打右打 閃光燈是在那邊 左閃右閃 左閃右打 後面那個就說幹 那頭前面在鞋子 開車沒開車 到要左轉要右轉 是不是 那 那 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我其實說在車子連動方面來講的話 其實 連動的設計 就是很簡單 就是這樣 比較簡單嘛 你不用再另外撥桿嘛 你槍控也沒那麼多動嘛 然後 然後 反正你還是想要那一種會閃的感覺 所以他就給你那個功能 那好不好用 自己覺得就好 因為有些人他就是 哇 你看我會想 就是這樣 對 其實我們玩車 有一些是 當然是 比炫的功能 然後 例如我的車噴的比較亮 我的車針的比較漂亮 我的車細節比較多 那 甚至我的車有舊化復補 之類等等 那其實都是一點展示的方式 那當然 我們 不排斥 那 有時候就是 我在講的東西 就是說 這東西在弄的時候 有時候都講的 對 開心就好嘛 對不對 你高興 你覺得喜歡 對不對 你 OK 就好了 那 旁人 或者是 就是 大家一起玩的這個過程中 是人家被你感化 還是你被人家感化 就是看那個氛圍是怎麼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看了 那個 方向燈 當然 打右的時候 那它是一組 所以 這邊的話 這四顆等於是 譬如說打右 我們現在打右的話 這四顆都可以當右邊用 他說 沒那麼多吧 那事實上 這個的話 都是自己去組合 因為它現在這個 我看一下 我這邊總共有六顆 會亮 所以它是有兩組燈給你用 就是左邊 右邊 可是你想想看喔 一般來講 它配給你是只有大概四顆 就是 一組就是兩顆燈 所以如果說像我們 你要真的去講究細節 像房車可能還沒有辦法做到那麼多 因為像房車我們現在除了說大燈旁邊有 再來可能車側燈也會有 甚至是照後鏡上面也會有 然後還有尾燈的旁邊也會有 那基本上至少就是會有三組 可是它現在都配兩組給你 那燈不夠的時候怎麼辦 其實就像這樣子一樣 你就自己串聯嘛 你就併緣 你就自己去併緣嘛 它所有的燈都一樣 就是都用併緣的方式 像我現在這個的話 它這個本身是一個探照燈組 那 探照燈組的時候呢 第一個它的亮度就沒那麼高 像這個的話 它是單顆一組 單顆一組 那所以它等於是 等於是一顆 一顆就用一個電源這樣子 所以它的亮度就比較高一點 那可是這邊的話 它是用串聯 這個紅色的這樣一組下來 兩顆是串聯 那亮度就減少 就是不對的 要用串聯 那 它串聯有一定的顆數 因為它本身設計來講 它有輸出電流的一個大小的限制 所以 你在做串聯的時候 也不是可以串到五線多 它有一定的那個數量在 那像現在的話 再用這個的話 就總共有六顆會亮 那我們可以看出來 其實這兩顆應該是比較亮一點 這四顆是比較暗 這四顆就是因為它是 兩顆串在兩組並起來這樣子 好這是右轉 那我們看一下左轉的部分 那左轉的部分 這裡也是兩組 這裡四顆是一組 然後紅色的燈是另外一組 那方向燈倒是比較正常的 反正還是這種前後的部分的話 它就是自己驅捨一下 就是看你怎麼去調配它給你的這些線組 那一般來講 像如果說是燈組給我做調控的時候的話 其實它總共呢 像這一個的話 它總共有十二個插槽 那十二個插槽 我再去調配的時候 我可能只會用到其中的四個 六個這樣子 那其他的會沒用到 因為像大燈的部分來講的話 大燈跟尾燈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的都會把它調成一個 譬如說你打開的時候 大燈亮尾燈就會亮嘛 沒有那種大燈亮尾燈不亮的嘛 那你大燈洗尾燈也洗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我都把它調成一組 調成一組 然後利用並接或串接的方式 所以整個線頭我都會重新打掉重做 那我花了十五百塊錢 結果我的東西都要打掉重做的時候 其實要的就是它的一些特殊的功能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來講一下說 它我們怎麼用 我試試看就是說 可不可以用來做那個就是 故障燈的方式 故障燈的方式 就是說 我們攀岩車在用的時候 在行走的過程中 可不可以就是它會閃爍故障燈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我說要分享就是說 我們怎麼用燈組的功能 來發揮故障燈的使用方式 我說它是隱藏版的 事實上它也不是什麼隱藏版 就是可能車友一般都比較沒有在注意到說 那個連動燈組的一個操作方式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現在是把第一洞的部分 就是方向的部分的這個 接到連動燈組的這一個線的部分 我沒有接到Channel 1 就是把它接到第三洞上面去 然後第一洞的部分就是直接接四伏 也就是說它不會跟著四伏的左轉右轉去閃動 那講到這邊大概車友就已經 有些車友大概有一次要了解 大概搞什麼鬼 那事實上應該就是你想的這樣子 我現在把它捏到第三洞 那所以呢它應該又被第三洞控制 那第三洞很簡單 第三洞你在打的時候就是按一下不是左 按一下就是右 就是全左就是全右 這是一般第三洞的控制方式 所以我們就是利用這種方式 讓它認為說 你不是你現在就是在按一下就打右 按一下就是打左這種方式 讓它誤以為說你是在動方向盤 那你也會感覺不對 那不是變成右邊故障跟左邊故障的 沒有錯 你看一下我們現在就是譬如說 我現在是第三洞動的時候 它是在閃對不對 那我在按一下第三洞的時候 它應該是另外一組會閃 好那你會看到我現在沒有閃 因為另外一組我把它拆掉 比如說右邊的黃燈我把它拆掉 方向盤把它拆掉 我只留一邊來用 亮 固障燈 按一下停 所以固障燈就可以依照你的喜好 要不要打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那你會說 啊我故障燈黃燈有六顆 甚至八顆 啊現在它給你的是只有兩顆 甚至是只有四顆 對不對 兩組買一組兩顆這樣子 甚至它沒有那麼多 那其實我不會去去一直買這個線組啊 你看它非常亂 它一顆燈就用掉兩條線嘛 所以你看我這邊是兩條 兩顆燈它就用掉四條線 而且這個線材非常粗 所以我一般都會喜歡用 用電源的方式把它連過去 那因為它是一個等壓的模式 所以 我不太會講應該是等流啦 應該是等流的模式 所以你必年的顆數有一定的限制 可是至少四顆六顆 八顆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就是它的亮度還是蠻持續的 所以我會譬如說 像我這裡就等於是六顆 有看到嗎 我六顆都會閃 所以前面的大燈旁邊的 車側的 車尾的 剛好全部都會閃 好 那像它這個是 兩顆串 然後三組併起來 好 這裡是兩顆串 然後三組把它併起來 它的燈號就沒有那麼的亮 就有時候會比較符合我們的需求 就是亮度不要太高 那你也可以通通把它用併年的 它的亮度就是通通會比較亮一點 然後這種方式就是我所謂的就是 我把它拿來當作故障燈使用 好 取代那個方向燈的功能 然後不會那邊閃來閃去 然後又可以有 有我們要的那種故障燈的方式 那你只要用一般的槍控 一般的燈組 不用去買那種工程組的 或者是停工那種比較貴的方式 那你就會有故障燈承受的方式 那提供這個方式給大家試試看 那每一組燈組 都有不一樣的它的功能跟模式 我們看一下 像這裡的話來講的話 我這裡有兩組燈組所組合起來的 你看一組是白色 紅色跟黑色的線 那一組是白色跟黑色的線 那白色跟黑色的線這個的話 這個通常是我拆那個 碳道燈組下來的 那它的紅黑線 剛好跟這一個燈組的正負肌不太一樣 那我這個是有調過的 也就是說我會把它轉換過 所以如果你有插到那個不會亮的話 注意一下是不是正負肌不一樣 像這邊 這個正負肌跟這邊的正負肌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我轉換過的 所以你只要稍微把它換邊一下 它就可以使用了